来到帐篷前 把蛮具车推了进去 结果 小儿子吓得连忙跑去叫醒了母亲 说帐篷里有人 但当母亲打开帐篷后 里面却什么也没有 母亲以为是儿子的恶作剧 这时 客厅里突然传来一阵动静 母亲小心翼翼地走下来查看 发现珍妮坐在那张旧沙发射 一场虚惊 珍妮以为自己是简单的梦游了 回到房间后 为了防止梦游到处乱跑 于是她把手绑在了床上 但到了半夜 她就像被一股力量推下了床 当她一脸疑惑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敲门声 珍妮很好奇 她解开绳子走了出去查看 她用手电筒照亮了客厅的旧沙发 发现沙发无风自动 珍妮有点慌 赶紧跑回了卧室关上门 还有椅子做了夹固 然后跑到床上盖好被子 可她一转头 椅子竟诡异地来到她床边 这时锁着的门也随着打开 珍妮背下的赶紧躲进被窝里 但沉重的脚步声离她越来越近 突然 她的被子被扯掉了 尖叫声唤醒了一旁熟睡的捷径 珍妮颤抖着说 房间里有脏东西 话音一落 两张床就跳起了卡拉OK 姐妹俩瞬间完命尖叫起来 母亲也被尖叫声吵醒 她出去查看情况 女人一直说房间有人 肩膀还被咬了一口 母亲来到卧室四处寻找 并没有发现什么 只是在床下找到了一张通灵玩具 原来珍妮和艾莉前几天 玩过一场通灵游戏 据说那玩意可以召唤出死去的亡魂 珍妮太想念父亲 但最后他们以为 这只是个愚蠢的游戏 根本不存在什么亡魂 就在母亲愤怒的责骂他们的时候 房间里的橱柜突然移动 母亲心里顿时涌现出十万的沃尼玛 于是连夜带着四个孩子逃到邻居家 邻居的第一反应是有人在恶作剧 于是便报了警 警察来后经过一番检查 并没有发现什么 就在他们到此结束的时候 身旁的椅子无缘无故的移动起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警方连忙打退堂鼓 表示这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只能叫教会的人来帮忙解决 于是他们叫来了驱魔双杀沃伦夫妇 这对夫妇来到女人家后 发现珍妮的卧室挂满了十字架 但这些字架似乎失去了耶稣神力 晚上沃伦准备做一个议事 想和恶魔谈判一下他来这里的目的 他让珍妮嘴里含一口水 然后坐东向西 不然灯光闪烁恶魔很快就出现 沃伦问他为什么一直纠缠着这个家庭 从恶魔口中得知 他叫比尔 说这里是他的家 然人今天要搞了所有在座 沃伦见话不投机 立马从怀里掏出十字架 强行把他赶走 恶魔走后珍妮的身体也恢复正常 他们以为一切已经结束了 但到了晚上 珍妮发现自己奇怪地睡在天花板上 更可怕的是 沙发上还坐着一位老人 他就是那个恶灵比尔 突然 珍妮被拉到一个装满十字架的房间里 不幸的是 因素似乎关键时刻跑了路 十字架争先恐后地开始倒挂 恶魔突然冒出来 珍妮吓得立刻魂飞魄散 母亲听到了尖叫声赶紧过来查看 沃伦夫妇已紧随其后 这时 珍妮已经被窗帘包住 但房间被铁链锁上了 看着珍妮马上就要嘎屁 关键时刻 她妈妈找到了钥匙 沃伦赶紧打开锁 珍妮这才捡回一条命 看着眼前的一切 沃伦夫妇脸色凝重 恶魔一直赖着不走肯定有原因 于是第二天 沃伦夫妇和教会特使召开了会议 从特使的口中得知 许多年前 比尔确实是房子的主人 因为脑出却死在了那沙发上 那为什么她一直赖着不走呢 是不想走还是根本走不了 于是沃伦夫妇决定 如果是不想走 那就直接把她灭掉 他们几人一起来到女孩家 开始做好驱魔前的准备